你看这吧小孩 三个人才点两个菜 真抠 奶奶 我们不是抠 而是在响应光盘行动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提倡珍惜粮食 远离浪费 这家店的菜量很大 我们三个人点这两个菜足够了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罢了 咱们先分尊贵 得多点几个吃个大餐 服务员 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全都给我上一遍 奶奶 咱们餐厅为了倡导文明 节俭用餐 正在进行光盘行动 每桌最多只能点和用餐人数相同的菜品 您看那边的小朋友 他们三个人点了两个菜就刚刚好 向您和您孙子点一个菜 其实就足够了 什么光盘行动 奶奶我有的事情 怎么可能跟老板小孩一样寒碜 快点 菜单上的菜一样给我来一个 去跟你们老板说 今天要是不把这桌子给我白买 奶奶我就投诉你们 就是投诉你们 奶奶您就别再任性了 人家商家正在为了杜绝浪费而努力 怎么可能会把您的桌子摆满 是的奶奶 真不能给您点那么多菜 不就点满一桌子菜吗 有什么难的 奶奶让我去点 你好 您孙子总共点了十八道菜 这就给您上菜 哎哟 没想到我家宝这么厉害 奶奶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居然都做到 怎么回事 一盘就这么点菜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奶奶 我们知道您有钱人性 但是咱们餐厅的规定也需要遵守 还是您孙子有想法 就只点了一道五块钱的土豆丝 让我们分成十八个碟子给您上菜 这样既满足了您有钱人性的需求 又不会浪费两千七美 不过您孙子用的是我们的一次性收费餐具 两块钱一个 共三十六元 加上土豆丝 总共加起来是四十亿元 请问您是现金还是扫码支付呢